Hello各位我是下饭神器Ringo姐姐 27号凌晨王妃和谢霆锋现身北京机场被拍到 大半夜的发狗粮给大家真的太贴心了 这一期我就带大家复盘一下王妃和谢霆锋的感情史 王妃和谢霆锋相差11岁 谢霆锋是王妃的粉丝 94年谢霆锋14岁 她在加拿大看了王妃的演唱还专门要了签名 这个时期王妃的最大的烦恼就是 太红了 刚好童年谢霆锋办事戴思聪学音乐 而戴思聪的学生礼正好就王妃 两个人算是师姐跟师弟 96年王妃斗维结婚生了斗靖童 另外一边谢霆锋也出道了 99年因为高原插足 王妃离了婚带上女儿去了香港生活 同时期谢霆锋开始拍戏专辑也开始大爆 这段时间她成为了公司英皇的收入支柱 能有多赚呢 她爆红期间英皇的收入过半都来自谢霆锋一个人 年底经过梅艳芳的介绍 丰飞终于正式认识 飞闻传来传去终于到了2000年的世纪牵手实锤 不对应该叫做官宣 这一年王妃31岁 谢霆锋20岁 花了年华梁朝伟在嘎纳得了影帝回来庆功 芳妃一起参加的庆功宴 当着所有媒体的面 霸气大女主王妃走前面 牵着谢霆锋的手大大方方的离开现场 谢霆锋甚至还有一点点的害羞 那个时候不流行口罩 你看他们多开心 回到车上还在笑 还是真CP赶的CP最好课 当年没有热搜 要是有的话一定是立刻登顶 之后两个人狂秀恩爱 情侣装啊情侣纹身啊 还跟童童一起出去玩 还出了评歌记忆的因为爱所以爱 给大家插播一下 后来风飞Eason三个人唱K 陈奕迅当着风飞的面 专门点了因为爱所以爱来唱 搞得谢霆锋又害羞了 可是他们唱K都唱自己的歌 外面的人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一直放原声呢 后来两个人之间出现了张伯芝的身影 虽然不承认 但是一直被媒体追着报道三角链的事情 02年谢霆锋因为顶包案被捕 而这个被捕的地点正好在张伯芝家里 这下就实锤了 劈腿跑不掉了 这期间风飞分分合合 到了03年彻底分手 04年王飞开始和李亚鹏交往 05年结婚 之后生下女儿李燕 王飞也淡出圈子 重心转到了家庭上面 王飞婚后一个月 谢霆锋在演唱会上面唱了一首 Air Supply的 Making Love Out of Nothing at All 给王飞 这首歌表达了对对方深切浓烈的爱意 你什么都不用做 就可以得到我全部的爱 06年谢霆锋和张伯芝正式交往 之后谢霆锋背着父母悄悄闪婚 到了9月份才向媒体公布结婚的消息 08年出现了轰动娱乐圈的摄影事件 到了11年张伯芝在飞机上面和陈冠希合影 谢霆锋张伯芝的不合搬到了台面上 三个月之后两人正式离婚 13年9月份 王飞也官宣和李亚鹏离婚 而这个时期 风飞又开始互动 附和的呼声很高 谢霆锋在采访当中说 王飞是自己的最爱 而她录节目的时候受伤 也收到了王飞微博的问候 谢霆锋还在自己的节目 12道风味当中 请了王飞的好朋友 大眼睛 大眼睛在节目当中追忆往事 还说果然某人没爱错人 看来身边的人也是 没有少科这一对就是了 14年王飞生日前一天 谢霆锋发了自己吉他弹唱的视频 歌名叫做 让我们一起走下去 这肯定不是巧合了吧 又来评歌记忆了 9月份媒体拍到了 风飞在王飞家中共处五天 甜蜜复合 终于实锤了世纪大复合 他们两个的互动 总是要加一个世纪前缀 之后风飞就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希望是直到永远 就是风飞这一对 让我对这种过境千帆 但是又破境重圆 分分合合 最后还是回到你身边的感情 产生了一丢丢的幻想 毕竟现实生活当中 大家走远了 更多的也就散了 风飞结不结婚 其实根本不重要 只要他们可以快乐幸福 就能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 同时罕见的灵魂伴侣的例子 这种时间空间都拆不散的 只有可能是灵魂伴侣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该变的都变了 现在跟当初比自己啊 环境啊 内外都不一样了 双方还是有着不变的吸引力 还是能够舒适 松弛的跟对方相处 还是愿意爱对方 陪伴在对方身边 是变 亦是不变 唉 能做个视频 真的搞了我 我是路西泰山 搞得有点阴谋的 Ringo姐姐 喜欢视频的话 记得要点赞 转发 评论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